大家好,我是大象 今天我们就继续聊 激动四十年之1988 和邓绍生的背心故事相比 这一年北京的柳传志 则展现出了极端的精明 联想和万宝有一个关键的共同点 他们都不是私企 这也就意味着都要带着镣铐跳舞 而在几乎同样的困境之下 下面柳传志的一系列操作 就教科书般的展示了 如何用资本运作的方式 从国企金蝉脱销 也深刻的解释了 为什么他日后被人称为商业教父 1988年1月的一个下午 香港商人吕谭平正走在九龙街头 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是北京联想公司总经理柳传志 他说 吕先生你考虑一下 咱们两家可以合作办一个公司 将柳做大 此时的联想仍然是中科院的全资国有企业 柳传志只是个经营者 但面对这样一家潜力无限的公司 很难不产生其他想法 在为联想开办子公司时 他打算引进4N合资者 4N入股之后 此公司就不再是完全的国有企业 他也顺势能将资本一步步的私有化 吕谭平是一位电脑代理商 他的公司没什么名气 但已经跟联想有过三年声音往来 正式引入资本的绝佳人选 除了吕谭平外 柳传志还邀请了另一家公司入股 中国技术转让有些公司 简称中济转 根据协定 北京联想 中济转 以及吕谭平的香港导演公司 各出资30万港币 成立香港联想公司 股份均滩 由吕谭平出任香港联想的总经理 需要的流动资金由中济转解决 而耐人寻味的是 中济转的董事长叫刘古书 正是柳传志的父亲 一年后 香港联想代理的危机营业额 已经达到2亿元 利润将近2000万 投资回报率超过20位 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 后来的多年里 我们会看到柳传志是如何把此公司 作为一个资本平台 一步步推动联想 从全自国有企业 变成今天的样子 根据奇查查的数据 现在的联想 大股东仍然是中科院 但持股比例已经降到29.04% 里面上柳传志个人持股 有3.12% 但是柳传志还是另一家公司的 最大股东 这家公司叫连池志同 旗下又控股了十几家公司 它们分别是连池志远 以及连池会15 连池会13 连池会11 连池会10 以及连池会5等 若此相似而复杂的设计 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掩护 总之绕来绕去 其实柳传志是连池志远的最大个人股东 而连池志远 正是联想的第二大股东 占股足足有20.37% 柳传志的精明不言而喻 但也从侧面展现出 当时中国的商业 已经开始了更高端的玩法 许多和柳一样的商业人物 开始重新思考 企业的归属和秘密 比如另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 王石 从他的故事中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 中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之路